这一下麻烦了 这个母鸽子要劈腿 我昨天看着他在薄利那边 从这里看过去 他就是在 贴着这个墙的这个 位置 他应该是看着这个公鸽子 这个公鸽子 没有这个公鸽子望 我去母鸽子你看 像劈腿 只要有公鸽子叫啊你看这公鸽子 知道要配对一样的 哎呦 不能看了这两天马上抓紧时间全部给他配起来 我想把这个母鸽子给放到这边来啊 朋友们知道我为什么 要用这个板了吗 就是害怕 互相干扰 甚至他们在那里探头打架 这个就没办法搞 看到没有 这个没办法搞这个是 推拉的 小母鸽子如果跑到这边来这个公鸽子很厉害的 有可能要揍他 要喝 你不行的哦 你看 你会不会打晕的 过去 好 母鸽想过去 揍你一辈子的 过去 我这个是狗笼子啊 这个是狗笼子 如果扬州这边的想要 这种狗笼子的话 我仓库里面有最早的时候2米多的那个 很长的 三层 立得近的可以过来拉 我可以打折 绝对 让你买到最便宜的笼子 在网上买很贵的那种笼子 你看 准备了 太快了 公鸽子望母鸽子也望 我不知道有没有成功啊 这样 问题不大了 母鸽子认可他了 他俩的身体全部是中体 公鸽子是没有 白色的 羽毛 也没有白眉 母鸽子有啊 母鸽子是玉爪 公鸽子是与白无关的啊 这样粗的小鸽子也会很好 后面也看一下他俩的眼纱吧 放在一块 看一下 朋友们感觉合不合配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多多给油油建议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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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点赞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